有關於課綱修訂的這個問題 我在這邊也有一些跟大家的說明 這一次課綱的修訂整個過程都是黑箱作業 有哪些委員參加了什麼樣的會議 在哪裡舉行會議 有哪些委員說過什麼樣的話 會議紀錄是什麼 有沒有公聽會 另外有沒有立法院的討論 那我想這種教育部 絲毫沒有招工信的這個行為 對於這麼重要的這個程序竟然是如此的黑箱 這個本質上就是一個反民主的作為 第二 依照高級中等教育法有關於課綱的這個規定 新的課綱 照說只能進行微調 但實際上是針對主權史官的這個整體的修正 根本就不是微調 也違反了課綱修正的這個相關作業的規定 第三這一次課綱的修訂 嚴重違反人民的認知 與人民的主流意見有嚴重落差 嚴重的去台灣化 嚴重的植入 大中國史官 台灣絕大多數民眾是無法 接受這樣子的結果 新的課綱才大修兩年 現在 又要大幅修正 這個嚴重的造成學生與家長的困擾 對於教師而言 也會無所適從 因此 我們有兩點主張 第一點 對於這次的黑箱作業 去台灣化 植入中國史官的課綱修正 我們絕不接受 第二 要求教育部公開委員的名單與會議的紀錄 對於歷史 與人民 遭攻心 那有關於 我剛剛所說到的就是 絕大多數人民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做一點補充的說明 就是我們曾經做過民意調查 有關於說我們的 領土主權範圍 包不包括台澎 我們的領土主權範圍 除了台澎金馬之外 有沒有包含中國大陸 那我們做的民意調查的結果 同意說沒有包含中國大陸的 在2011年的時候 高達85% 同意說有包含中國大陸的 只有10.6% 那我想這個已經凸顯了絕大多數的這個民意的 趨勢 如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